民国38年,国共内战情势恶化,国军兵败如山倒 加之美国当时采取观望态度 蒋介石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前日本高级军官身上 希望借由旧日本军队的经验重塑国军的战力 对港村宁次有不杀之恩的蒋介石派人找到港村 希望以他的影响力在日本召集一支军事顾问团 港村宁次很快募集了前日本帝国陆军参谋 富田之量等十几名高级军官在东京组团 由于日本刚刚战败不久 这个军事顾问团不宜高调介入中国内战 所以其成员全部取了中国化名 因为其中的首领富田之量化名为白红亮 所以这个军事顾问团也被称为白团 白团1949年11月1日抵达台北 11月中旬,富田之量和荒芜国光搭计从台北飞赴成都 蒋介石当时正在组织西南保卫战 希望两位顾问能给出具体的作战计划 11月21日,白红亮以书面形式向蒋介石 承报了他的作战构想 白红亮认为,当时国军在内线防御作战比较被动 若被共军率先攻入成都、重庆之间的四川盆地 则有权硕遭遇违艰的可能 因此不如积极使用罗文广兵团 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 若能配合国民党在四川当地的民团和游击队 或可将四川战事转化为持久战 只要罗文广兵团能坚持一段时间 华中的宋西连部队便有充裕时间回防重庆 那么国民党在西南的战局可能会有转机 这份方案是非常精湛的绝地反击战法 但无奈战场情势急转之下 国军无法部署白团的战法 蒋介石认识到成都可能不保 于11月27日派飞机送富天之亮和荒芜国光回到台北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 于1950年2月成立原山军官训练团 由彭孟基担任教育长 由白团成员对国军军官开班授课 同时协助蒋中正拟定各项军事计划 授课课程分成普通班和高级班 普通班以少校及位级军官为授课对象 高级班则是以上校以上至少将为授课对象 至1951年 白团的教官增加至83人 富天之亮招募的军人 多半是战前官职在少校至少将之间的前日军精英 他们除了具有充分的战争经验 同时也具备筹划大型战争计划的能力